又 Yo 來啦 我是吳政安 現在是個全職歌手 我本身也是原住民 布農族 那同時也是 就在興歡兩屆的狀元 你吉他拿來唱一下 讓我抓一下這個FU 其實我一直以來都不確定我到底可不可以當歌手 然後在退伍前 其實家人還有一度 就是比如舅舅阿姨他們有說 差不多可以去找個正規工作 然後我本身也完全沒有走在 音樂的這個學科裡面 真正開始唱歌也是很晚大概高中的時候 然後是慢慢一直有一些機會 然後參加比賽啊或者是表演 慢慢覺得我這一塊好像做得到 然後我也很喜歡 然後可以勝任 所以我就慢慢又就往這一塊前進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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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是王世珍 嗯 因為我讀的是 字 音樂製作 然後剛好 有一個老師 他就是有在follow這個 比賽 然後直到 我在 大四 應該是大四 對我就去試看看 然後把音樂做的是我想要做的樣子而已 然後去 哇 進成第二名 就他突然間有一天就在打 英雄聯盟 對反正我就是很喜歡打 電動 打電動那個遊戲 然後他剛好那個縱猛 的內容上 對比較戰爭 戰爭然後剛好跟我裡面喜歡的一個 英雄 對 那個氣勢是很雷 突然有feu 他就突然 因為我在隔壁間他說 欸我有feu了 然後把我叫過去 然後我們過去之後他就開始弄 他邊打 邊打遊戲 然後打一打死掉的時候 就跳過來 然後開始做 然後再跳回去打遊戲 然後再跳回來 然後說欸來來錄錄錄 快來吧快來吧 這裡又要造反啦 這一次又是誰 準備留房便叫 我自己覺得在街頭跟在節目演出 他對我來說是完全不同面向的事情 那我自己都很想嘗試 是因為他對我 他對我來說都是不同能力的培養 如果在街頭可以考驗我 跟觀眾之間有互動 有時候他們真的反應很冷淡的時候 我要怎麼繼續讓這個場子 是不會到 如果是觀眾我根本就留不下來 那如果在節目上當然就是緊張感嘛 因為很多攝影機在拍的時候 其實我一開始在面對的時候 我是完全沒辦法負荷的 然後這也是我在決賽的時候 看到很多參賽者會比較面對的問題 他們上台前會非常非常緊張 可是其實到我的時候 到我現在去比賽 我反而是興奮比較多 先調整自己的自身狀態 就不要讓自己太緊張 那個緊張感 我就維持在一定的程度就好 剩下我就把它轉換成興奮 就是我不太 我不要太在意 我今天到底表演怎麼樣 如果太在意 我如果說我這次演出 就是我一輩子的分數了 那我這次一定唱不好 我就一定得不到60分 那我如果可以輕鬆一點 我至少有60分 60分 然後甚至可以更好80就是 我們先拍影他好不好 他真的緊張到爆 吳正安 吳正安 對 吳正安 他有自己的升降台 你看有多慎重 那次單任阿妹那個演唱會 小巨蛋演唱嘉賓 其實很多人都以為是誰好 或是被邀請之類的 但其實完全沒有 就是真的是自己報名 我確定選上之後 然後跟川哥他們聊天 那時候他說 鄭安我看到你有一些作品耶 所以你本身也是歌手說對 他說那你到底 你真的是阿妹的粉絲嗎 我說 對啊 他說那你要怎麼證明 我說 我從 胎教的時候就來聽 他說蛤 你這樣很沒禮貌這樣 我說真的啦 因為我媽 我才跟她講說我媽是跟她一起比賽 他說蛤真的喔 好好好那這先不要聊 我們回去那個下 晚上的時候我們在演唱會上面 你再跟阿妹聊這樣 那請問一下媽媽有來嗎 媽媽有媽媽有 而且媽媽跟你有一個很特別的緣分 什麼緣分 她就是跟你五燈獎 是你的一度一關 而且你們還同燈同分 好像三次 你說是我的對手嗎 對 然後也是因為經過這次合唱之後 然後那個台式幫我們 把那時候的畫面翻出來 才就很感動這樣 我媽那天看到影片出來的時候 他說他在公司跑到廁所看 然後說邊看邊戰鬥 然後再哭這樣爆哭 因為那個影片對他來說很珍貴 就完全我們已經失去了 然後那也是他一個 失去的一個珍貴回憶 滿震撼的說實在 我就覺得他心裡一定有 另外一個他想成為的樣子 那些東西也都是在這些經歷去培養出來的 所以我不會說現在已經在節目上出現 我就不想要在街頭出現 當然可能會有次數上面的調整 可是因為我喜歡那樣的 我本身就喜歡表演 喜歡跟大家接觸互動 所以那些東西對我來說都很珍貴 如果假設我今天完全不上街 舞動我反而會覺得 我好像跟大家接觸不到 我不知道大家現在要的是什麼 希望大家參加 就愛新歡這個比賽呢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然後不要太侷限自己 我覺得什麼風格在這個比賽 都是很有機會的 然後最重要的是 把自己的能量放到最大 然後展現給評審看 享受這個舞台 然後把它當作一個很 很有掌控性的現場演出 然後累積自己的經驗 這是最重要的事情